所以今天这些包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就我现在右半边 我已经 叛亮眼镜了 真的 不能直视 今天我们就好好来了解一下 这些包到底为什么有钱还买不到 现在看第一个品项 像绝版包款专柜已经买不到了 我们讲的不是二手市场 就是专柜现在你想进去买 有钱还真的买不到 为什么 对 因为工艺太难 还是材料太贵 还是工艺师 老了 都有可能 会修了 也有可能是联名 有可能是联名 或者是特殊季节款 好 第一个来介绍的 大副 没有热腾腾的 刚从日本回来的 不是 我看到隔壁的 我都觉得我不好意思来了 我要介绍的这个其实就是 因为很久以前的 多久 其实你想 这颗包小箱 我那时候买大概不会超过五万块 你就知道大概有多久 然后它 因为它下面有所有小箱的标志 它的衣服 包包 其实很可爱 好可爱 那时候买的时候 因为我在拍戏 我就想说 这个尺寸刚好是可以放剧本的 这样 对 也太高级了吧 对 然后就真的很可爱 所以其实你看这么多年应该有超过二十年 它两边的图腾蛮不一样 好可爱 然后所以我后来我买了之后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包 我很仔细收藏 我再也没有看到有人拿跟我一样的包 因为不实用 为什么 可是它很可爱 可以放剧本 不是对一般人来讲 没有办法放有厚度的东西 对 因为它其实它旁边不够厚 它没有一个宽度 中间其实搬家的时候 我有想要清掉一些包 我一直舍不得把它清掉 害我想说你想清掉 我想这样的 因为它真的很可爱 然后这个 好特别 我在想 我不知道 我想要问一下大师 这算不算绝版 因为其实我 它旁边是打孔的类石 对 它是类石花边 那我记得它那时候出来的时候 它只有两个颜色 一个就是这个 淺奶茶配深奶茶 有点像生灰 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深的颜色 好像是紫色配红色 那我就选择了这个 它的这边边都是 我觉得很精致 然后真的就出了那一次 那两个颜色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 然后你看它这个 我觉得它 你看它这个还是流酥 好漂亮 对耶 好可爱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 看这个是不是会撕心疯 然后你看它这个也是 都是有那个类石打洞 我觉得好可爱 我其实大概只拿过一两次了 因为我很怕它脏 它很像那种很古典的 绅士鞋的工艺的那个 是 可是这个颜色是真的 好漂亮 那你记得多少钱吗 这个 它只是比当时的薄金包 贵一点点 应该不到四十万 对 好棒喔 是不是 我开始买薄金包的时候 我有很多庞克系列 我喜欢庞克 是 但我没有看过这种蕾丝的 也许我的售客 他觉得我不适合 对 因为我的售客 就不会给我庞克 所以他就会分庞克给 我没有看过这种蕾丝的 真的很漂亮 我很喜欢 很美 然后像 配色也配得好美 像这个我也不知道 算不算绝版或是什么 因为它是双色拼接 反部配白色的皮 有可能会有类似的拼接 对 但是其实它每一季的颜色 什么都会有一点差异 不大一样 它有绝版过 它这几年又开始回来了 又绝版了 对不对 对 但粗的它通常布面上 会有一些纹路 OK 然后其实我很喜欢的就是 你看它连锁头 都是一样的颜色 我觉得它的这个精致度 就是在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上 当然我也没有用过几次 因为我也怕脏 怕脏 这个更怕脏 对 这个真的很容易脏 那这个多少钱呢 这个也是差不多就是三十几 对 就是比一般 那时候我买 就是一般的薄金包 单色再贵一点点而已 谢谢 这三个都OK 老师 没有刹粥 对不对 不会 好害怕 你超会买东西 对 我也觉得 它很有品味 对啊 好会